兄姐妹平安,我是Christina Wang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去年上DT Class的感想 我是在2017年受洗的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平信徒 因为一直以为我只要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 那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从来不知道要怎么祷告 也不知道怎么去亲近神 但是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好的小主持人 他常常很有耐心然后引导着我去上不同的课 一开始我是觉得不好意思推迟 但以这种捧场的心态 我反而受到很多益处 因为我更可慕神 去年三月我就去上了DT Class 我们这个Class只有四位学生 这是一个八个月的课 这个课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有两位老师是杨师母跟Grace Liu 他们有火热的心 他们也用很活泼很松动的方式来教学 在这个课呢 事实上只有两个钟头 但是我们常常是四个钟头还不能下线 因为在课堂上呢 我们学了真理 让我们看见了亮光 然后我们在分享带导的时候呢 我们那种关系更加的紧密 我们每次都很期待下一周的再见 这个课呢 是让我们学到很多的经文 那借由这些经文呢 我们可以更了解更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也去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 是这个赦罪的恩 那课堂上我们对信心跟顺服 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教导 我们希望呢 借由这个课 我们能够借由读神的话语 然后祷告 灵修 来与神更加的亲近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灵命 希望我们的生命能结出圣灵酒果 然后我们可以去当神的服侍神 然后我们可以当神的器皿 在这个课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要我们去每天要做QT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着手 那杨师母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去参加承导 这个承导对我的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牧师他们很仔细的为我们解经 还带我们导读 我从一个呢 不敢开口祷告的人 现在我变得勇于开口 去为别人带导 在为人带导中 我有很多次的经历 经历就是 我们的祷告 蒙神垂听 那种感动跟喜悦 在这个课呢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没有去上过这个课的话 你们一定要去试 因为在这边 你们会得到很多的益处的 所以不要放弃哦 其实这个课呢 我另外学到了是什么呢 我学到了爱和眼光 去年五月的时候呢 我的先生突然间的离世 我的生活整个变得掉 我原来以为呢 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上这堂课了 但是整个课程下来 我只有缺了一堂课 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因为爱 在我很软弱的时候呢 神呢 就把这些亲爱的姐妹 派到我的身边 他们使我不被绊倒 他们用爱把我满满的包围着 在我流泪的时候 他们陪我人泪 他们用唱诗歌读经 祷告 让我来经历来自神的平安 我也知道他们在课堂上 不住的为我代表 下了课以后呢 他们也是天天的在暗处 为我祷告 亲爱的姐妹们 非常谢谢你们 带我度过这个人生 最痛苦的时刻 让我走出这个阴霾 谢谢你们 我们最近呢 陈导呢 有学到路加福音 七章十三节 有讲到一个上师儿子的寡妇 那神怜悯她 告诉她说不要哭 其实呢 在我的经历中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 在我先生刚离开的时候呢 我去六个的时候 我常常走着走着 就不自觉的就哭 大哭起来了 但是我听到有一个声音 告诉我说 不要怕 不要哭 所以我的哭就停止了 那我就 自然的就开口祷告 一度的祷告 到我的散步完为止 我流了很多很多的泪 但是这个泪呢 不是一个悲伤的泪 而是我感动的泪 因为我经历了神 祂给我的怜悯 祂给我的安慰 我也经历了神 我的同在 上帝的心让我看到了希望 祂也让我用神的眼光 来看待我的人生 神呢 我相信他神 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他对我的一切 他都有他的安排 有他的美意 如果我没有去上这个课的话 那我现在很可能 还是一个躲在暗处 自爱自怜 走不出悲伤的人 神的恩典是不止息的 也好说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是的 我们的神 这个信式的神 祂就是不断的以慈爱来吸引我走向祂 因为祂让我看到 我有希望 祂让我看到我的生命充满了盼望 以上这就是我的分享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门训很快又要开始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去上过这个课的话 你们一定要去试 因为你会在这个课堂中 看到你生命的亮光 你也会看到你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喜乐